再来看到越来越多香港人移民到台湾 根据内政部最新统计 去年2016年总共有1086名香港人 获得台湾定居时刻 增加幅度达到4成 创下16年新高 雨伞运动 再来那一年的话 加上台湾的政府对移民法 要做了一个修法的宣誓 预计要把一些存款移民把它取消掉 所以在那一年很多客户是抢办 他只要在台湾投资600万的台币 就设立一个公司 他就可以取得居留的身份 好 去年我们为您报道过 香港里有4成的受访市民打算移民 首选就是台湾 原因包括语言文化接近 移民门槛低 创业机会多 另外 香港人对中共统治下的政治失去希望 香港房价被过度炒作等 也是凑使香港人想移居到民主台湾的原因 移民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